你必须明白,要走的人你留不住,你也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,如果想念你,他会和你联系,如果在乎你,他会真情流露,如果心里有你,他即使不说,你也能感觉到,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生,那么他就不需要你劳你费心了,因为不爱你的人,你感动不了,因为你必须要明白, 一个经常不联系你的人,比你想象中更不爱你,变化打一次没有接,没有回,就不要打第二次,信息长时间没有回复,就不要再发送了,没有这么卑微的等待,想离你的人再忙也会回一下,所以,不是你的别去强求,你费尽心思讨好,到头来,却换来对方的无事, 你拼命地对一个人好,得来的却是不在意,哪怕你花费再多的心力,又有什么用呢?无论友情还是爱情,千万不要打扰那些迟迟不回复你的人,恶不到的回应要适可而止,挤不进别人的世界就别应急了,做见了自己,难为了别人,何必呢? 感谢观看